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话题阅读量已经突破了惊人的1600亿 这个数字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但也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位艺人的强大影响力 肖战是一位备受瞩目的街舞新人导师 但他的加入不仅仅是因为他在街舞领域的实力 很多人或许会问 是不是只为了追星才会这么关注他 但事实是 王一博如果不参加 这个节目可能会失去一半的热度 肖战以其多才多艺的一面而闻名 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舞者 还是一位杰出的音乐人 演员和主持人 他的多重才华让他成为了众多人的偶像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 都有大量的粉丝为他倾倒 因此 肖战的加入不仅为街舞节目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也为观众带来了更多期待和惊喜 他的存在 不仅仅是为了追星 更是为了让整个节目变得更加精彩 所以 无论你是不是他的粉丝 都不能错过他在街舞节目中的表现 因为这将是一场不容错过的视听盛宴 肖战的实力和人气不仅体现在数字上 也可以从他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度和互动中感受到 他积极与粉丝互动 分享自己的生活片段和心情 让粉丝们更加亲近他 他的坚持和真诚也让人们更加钦佩他 这也是他赢得了众多忠实粉丝的原因之一 肖战的事业不仅仅局限于国内 他的影响力逐渐走向国际舞台 他参与的音乐 电视剧和综艺节目也在海外受到了关注和喜爱 他的音乐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让更多国际粉丝能够欣赏到他的才华 肖战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努力和执着 他一直在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水平 不断挑战自己的表演极限 他的坚持和对艺术的热爱使他成为了一个备受尊敬的艺人 也让他的名字在国内外广为人知 总之 肖战的实力和影响力已经不容置疑 他的成就不仅令人印象深刻 也鼓舞着年轻一代的艺术梦想者 他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性 我们期待着看到他在艺术道路上继续取得更多的成功 同时肖战也是一个非常努力和用心的艺人 他在工作中不断追求进步 不断挑战自我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价值 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而是他不断努力和付出的结果 总的来说 肖战是一位多才多艺 形象阳光 深受粉丝喜爱的艺人 他的短视频也展现了他不同的一面 他的话题播放量突破1600亿 无疑是他实力和影响力的最好证明 相信在未来 肖战还会继续创造更多的奇迹 用他的实力和才华征服更多的观众 成为更加耀眼的明星 这就是街舞新人导师 是为了追星 王一博不去少了一半热度 这就是街舞第六季推出录制 一直没有队长人员 近日一张不像样的海报放出消息 三位常驻队长出炉 吴建豪 蒲仔范 徐明浩加一位剪影X导师 很多人说剪影是王一博 可惜目前节目组没有请到王一博 再加上王一博目前已经在拍摄人鱼 大概率不会出现 不少人得之后 都表示 王一博不去更是少了一半的热度 没有顶端的流量级别艺人的加入 这档节目的现状很难堪 都说街舞这次是亚洲行 自然拥有不少的街舞爱好者 可惜这次的热度显然没有了之前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王一博 王一博对于街舞而言 贡献率在国内街舞发展中起到了转折性的作用 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一点 这次王一博很可能不会参与其中 陪伴了整整三季 把自己的流量大IP贡献了出来 带出圈了这项小众运动 也助燃了街舞的迅速发展 这就是街舞第六季的到来 很大概率王一博不会继续陪伴 今年的街舞电影热烈算是一份很好的馈赠 适可而止也许是一个好的结果 不过有意思的是 街舞的热度还是在蹭王一博的热度 那就是有消息说 目前街舞有意在邀请一位年轻的艺人丁某某 放出消息来就是想给这位新队长一点热度 听说这位来自于团体组合 是团队中舞蹈担当 实力不俗 同时很多人说他从一开始就喜欢王一博 是他的小粉丝 想必各位都可以猜到是谁了吧 咱们就不卖关子了 那就是丁诚心 不过貌似这个讯息还在确认中 并且各种有意思的消息也来了 那就是新队长的加入 很可能不确定是否担任常驻 不过人家去的可能性就是为了追星 这种剧本一出来我们就想笑 这就是街舞的境况这么娱乐性了吗 王一博的街舞天赋和热情确实是不可忽视的 无论是在他的个人舞蹈作品中 还是在参加街舞相关活动时 他都展现出了出色的舞蹈技巧和独特的舞台魅力 作为亚运会街舞的冠名代言人 他的参与将不仅仅是为了宣传 也是为了为街舞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关于消息的传播 粉丝圈的流言蜚语常常令人摸不着头脑 但也正因如此 粉丝们能够通过这些传言和猜测来一起欢笑 凝聚更多的热情 王一博的粉丝们对他的支持和喜爱是不可动摇的 他们希望他在舞台上继续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和热情 继续前行 王一博的舞蹈事业不仅仅是一种表演 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对艺术的追求 他用自己的舞蹈来传递情感 启发人们追求梦想和热爱生活 无论未来如何 我们都期待着看到他继续在舞台上闪耀 为街舞文化带来更多的亮点 笑肥妖继续支持王一博的舞蹈之路 前程似锦 欢迎订阅